大家可以看到我的PPT对不对 非常不好意思啊 今天因为有一点问题 所以就是本来想提早五分钟的 对吧 然后结果之后 然后是晚了大概七分钟的时间 那非常不好意思啊 那我呢还是 还是GoMarket的小学生Allen 对吧 那今天呢 就是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再次相见啊 因为一直会比较忙一点 我是在六月四号 做完我第二期的这个网课之后啊 然后一直要等了这么久 然后才第三次在网课当中跟大家见面 好吧 那因为今天呢就稍微晚了一点了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往下看 那实际上第一张啊 这张图呢就是大家看的这张PPT 实际上我是就是本来想是提早五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因为啊 因为过去的这段时间吧 一直是比较忙的 我本人读书的这个进程啊 整个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滞后的情况 那实际上但是这个月的这个月的时候 我有开始读这本书啊 那这本书呢 我也是推荐大家读一下 推荐大家读一下 这本书真的是怎么说 我读的时候啊 是有拍案叫绝的这个感觉的 那在边上这句话呢 就是我刚刚有想说 对吧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我真的是一直是比较忙 但是忙啊 我们讲说是新的死亡啊 对吧 所以讲说是因为是因为工作比较忙 感觉这一个多月 我是处于一个新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好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风险提示来的 本来我是不想再去强调这个风险提示的 那但是因为法务这边呢 就再三强调 那所以呢 我们还是过一下这个流程 好吧 那过一下流程呢 就是说 因为啊 今天晚上的整个内容也好 包括观点也好 全部都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啊 好吧 那大家呢 就只是说是大家可以用来作为一个 怎么说 作为一个general idea 这样子的一个参考 好吧 那我继续往下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资金安全了 因为可能就是有新的朋友进来 那新的朋友进来呢 我就需要强调一下 那反正客户 然后存进go markets的资金 这些资金都是隔离管理的 都是跟go markets日常运营的这些资金 都是分开的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的资金呢 都是安全的 那接下来往下 对吧 那就是我们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了 那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主要是有 就是大概是有这个三块内容吧 那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黄金的一个纯一个一个论述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会多多少少的 然后再提一下我们的这个A股的一个情况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的澳股当中 那澳股啊 今天今天晚上 然后为大家是准备了几只股票的一个推荐 那我呢 我一直讲说对吧 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是一直有在忙 那我个人呢 也确实 我感觉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我个人是成长啊 是一直有在成长的 因为真的是接触到不一样的朋友 对吧 跟不一样的朋友在交流讨论当中 引发了我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 哎 这个Rain呢 我们有一位叫Rain的朋友是说没有声音的 因为刚刚测试过 我朋友啊 好 那Rain你这边再试一下 因为刚刚我测试过 其他朋友给我的一个反馈是说没有问题的 那Rain你再试一下 如果你这边还是不行 你跟我讲 然后我这边搞一下 好的 那我这边我这边继续往下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PPT呢 实际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 在我工作的微信里面 我是有分享的 我是有分享的 那就是说在昨天然后花旗啊 然后发布的一个产品展望当中 花旗表示啊 他们的一个预测 是在接下来六到九个月当中 黄金呢 是将会走出来一个新高啊 因为之前一个新高的位置 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 新高的位置是在一个1900块 那接下来花旗的这个表态啊 对吧 那我个人最直观的一个解读 就是说 那接下来在2020年的这个下半年 对吧 然后到2021年的第一季度 花旗的这个展望将会是 那黄金呢 是有机会占上1900块钱的 那这个观点呢 也是跟我之前表达的 对吧 非常看多黄金的一个观点是 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就是跟大家然后分享一下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边上的这位老兄 对吧 那他呢 就是桥水集团的创始人来的 那熟悉的朋友呢 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是叫瑞达利欧啊 瑞达利欧 那他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非常喜欢跟尊敬的 然后一位一位就是怎么说 一位智者吧 那他呢就是因为他在陆陆续续有推出他的一些表达对市场观点的市场观点的一个文章 那他的这个文章呢是应该是在这周的时候 然后是有来到第四个章节呀 那他这个文章系列的这个标题就是从美元周期来看大国的经济战呢 那这周的时候他是有发布他的第四章节 那在第四章节当中啊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 那就是我拿出来的这个图啊 那我拿出来的这个图呢 实际上之前的时候 有跟朋友分享的 那今天呢 因为谈到这个黄金嘛 那所以呢 就是今天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说在 在这个瑞达利欧最新的第四章节的文章当中啊 那是他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就是说 对吧 那大家看到蓝色的这条线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力 美国的一个国力 那红色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力 那在这个画圈圈的这个位置上呢 也就是说 现在牵扯到第一位 就是世界的老大跟老二 存在一个国力越来越走近的一个情况 那像这种情况呢 瑞达利欧给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第一跟第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 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呢 也是瑞达利欧在第四个章节 他文章的第四个章节当中 一个核心一点的观点呢 那之所以为什么要来谈这个观点呢 就是为了要支持 对吧 之前对于黄金的一个观点 一个论述 所以说 黄金呢 我还是认为 在接下来的一到三年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投资者 要考虑完成配置的一个产品 好吧 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好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 就还是瑞达利欧先生 然后给出的一个图来的 那这个标题呢 就是我Alan 我本人给出的一个标题 也就是说 股市啊 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来的 那我们从这个图当中 从瑞达利欧先生这张图当中 可以看到 那蓝色的呢 蓝色的实际上是美国的 美国一个一个 怎么说一个 股市回报的一个情况来的 那当在1949年 对吧 然后到大概到1950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 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美国的股市啊 然后在大幅的一个走开 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走高啊 那这个情况是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情况呢 在过去的近100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一个国力啊 是一直在往上走的 对吧 那之所以一直要走到 大概是1950年 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美国成为世界老大 完全超越英国 已经在这个股市回报当中 已经有所体现出来了 对吧 那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也是说 对吧 你不管是2008年之前 还是2008年 次贷危机之后 对吧 美国的股市回报率 都是在世界上 都是遥遥领先的 那我个人对于美股的一个回报 不管是他现在对吧 已经非常高的价位 在接下来的一到三年呢 我个人对于美股的一个判断 他大概率还是会继续跑赢澳股的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那股市即国运这个情况 大家也需要考虑一下 大家也需要考虑一下 所以说对吧 那看完这张图 我们往下走啊 那往下走呢 我们实际上怎么说 一张PPT是接着一张PPT的 刚刚说完股市即国运 对吧 那我们提到2020年 我们的A股大宝贝 对吧 那我个人呢 直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认为 我们2020年 我们的A股啊 是有机会走出一波 2015年的行情来的 那2015年的行情 会是什么行情呢 2015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A股的大盘 是占上了5100点的 那现在我们的大盘是多少 现在我们大盘是在3200点 跟3300点的 对吧 那但是这一次唯一有一点 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说 因为2015年的教训 是比较惨痛的 而且我们国家就是 说的对吧 说的更加直白一点 我们国家 我们的 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老百姓吧 存在一个就是一管就死 一放 然后就乱的一个情况啊 那当中国A股的股市 对吧 在7月初的时候 走出一波行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场外 场外配资啊 各种非法集资 各种非法配资 对吧 然后又是感觉是 如雨后春笋一般 然后复生了 那你像这种情况 对吧 然后作为我们 负责任的这些管理层 这些领导人 看到了这个情况 我宁愿你这个行情 走慢一点 我也不要乱啊 因为现在的老百姓 对吧 你乱了之后 你像前几年陆陆续 出现这个P2P爆雷的 一个情况 我们老百姓的反应 是比较激烈的 为了防止一地鸡毛 我们的监管机构 现在是尽职尽责的 再做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监管吧 那我们的A股呢 是从上周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个反复的一个行情 对吧 那我们跟大家推荐的 这个中国A50的指数 在守住了一万五千点 这样一个比较关键的价位之后啊 那直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价位 是大概又反弹到了一万五千五百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上周的时候 上周的时候 当中国A股出现了反复的时候啊 那有一位朋友呢 也过来就是跟我Alan讨论的时候 对吧 非常有意思的跟我Alan 就是打起了赌啊 那它的那个赌注 赌注呢 就是说 它认为A股 然后A股这个中国A50的指数啊 有机会是回撤到一四一万四千点的 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观点啊 可是我呢 我看过这个大盘跟分析之后啊 如果这波行情是没有变的话 我们的A50指数 是需要守住一万四千六百五 这样一个比较关键的价格来的 那因为啊 因为当时赌注的时候 A50的指数是在一万五千点左右的 这样一个位置嘛 对吧 所以呢 那我这边一万五千点 这边我画了一条蓝色的线 那一四六五零这样左右的一个价位 那是比较关键的 所以我用了一个醒目的红色 然后标注在这里啊 对吧 以防万一我们用底线思维来考虑问题的话 一五零零零 对吧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价位 然后之后呢 一四六五零这个价位 同样值得我们投资者 然后密切关注 好吧 我们往下看 那上周的时候啊 上周的时候那做直播呢 我跟Jacky呢 有谈论到这个A50对吧 注意中国股市 我个人的一点点的隐忧 那隐忧呢 当时上周的时候是讨论到了 说是内部问题跟外部环境啊 那今天呢 因为之所以说到了这个中国的股市 我今天呢 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内部的问题 但是对吧 但是那因为大家今天晚上又百忙之中抽空 来到我Alan的第三期网课 我不可能让大家再去听一样的内容呢 对吧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呢 就想说 那这里呢 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内部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 那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 就是我们中国对世界奢侈品的一个消费 大概占到的一个额度啊 是百分之一来的 对吧 那短短的18年之后 当时间的老人 对吧 时间的车轮来到2018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消耗 世界奢侈品的一个消耗 已经消耗到了 百分之三十三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 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量 对吧 我们以一个世界 大概百分之十六点五 这样的一个人口 我们是在消耗世界 百分之三十三 这样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消耗啊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就是往利好 往好的地方去想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 跟我们老百姓富起来 对吧 是有目共睹的 是可以反映在数据之上的 那但是呢 但是那说的客观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的贫富悬殊 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在 对吧 尤其是在这个五六月份 我们刚刚结束这个 新一届的这个全会 对吧 全国政府大会的时候 我们克强总理是发布了 讲说 对吧 我们大概全国啊 是有六亿人口的一个 月收入 是在一千块钱左右 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那当我们看到 中国对奢侈品的消耗 跟克强总理 对吧 讲的这个数字 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感觉是有一点 触目惊心的 好吧 这一点内部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那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这样子的超级大国来说 对吧 内部问题呢 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那我们说到外部环境啊 那外部环境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这张图实际上是很生动的 那就是印度的这个领导人对吧 跟我们中国的领导人 然后是两个大棒之间的对决来的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对于我们边境的问题 对吧 对于边境任何一个邻居 我们中国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 你吵归吵 你闹归闹 是不可以开枪的 只要你开了枪 对吧 不管你这个枪是打中了 还是没有打中 中国这边就相当于认为你是突破了中国的底线来的 那也因此呢 这一次我们跟我们的邻居印度这次冲突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因为印度这边当时是有放枪的 对吧 那也造成了我们这边有 有人呢 是有我们的解放军战士 是有受伤的 那最恶劣的一个情况 对吧 最恶劣的一个情况就是上周的时候有讲到说 印度这边是陈兵七万 对吧 我们中国这边呢 是陈兵三万 也就是现在两边呢 是还在一个扯皮的一个情况 当然了 中印两方 对吧 都是想把这个事情解决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中印两方是边打边谈的 因为我看到应该是上 应该是这个月月初跟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啊 那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啊 然后是有跟印度的这个领导领导人 在我们的边境是有举行这个会谈的 因为中印双方都是核大国来的 都是具有核武器的国家 所以呢 双方还是比较克制的 那但是呢 印度这边我们这位不是很成熟的邻居 对吧 现在呢 明显是继续被美国人当枪使啊 那为什么说美国人现在最做的一件事情 是一直在背后传动 对吧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美国又对台湾军售了 美国刚刚跟日本签署了 有史以来的第二大笔的一个军事 就是怎么说贩卖给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单子啊 第一大单子是2010年的时候 美国跟沙特之间签署的史上第一大单 那刚刚跟日本呢 是签署的史上第二大单的 那用意很明显的 对吧 既卖武器给台湾 又卖武器给日本 现在对吧 可以讲说是司马昭之心 入人皆知啊 这个呢 就是现在美国人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中国面对的一个比较恶劣的外部环境啊 那刚刚讲到内部环境的时候呢 我们内部环境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承受的这个意义 这个怎么说 烙啊 就是水烙 对吧 水灾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已经是超过了1998年 这样的一个一个疫情 所以讲说呢 中国啊 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那但是呢 我相信呢 我们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而言呢 像这些困难 这些可以看得见的困难 永远不会是第一号的问题 好吧 我还是相信我们的领导人 是有智慧跟能力 应对内部的一些问题 跟外部的挑战的 我们往下看 那刚刚啊 说到这个A股啊 对吧 那最后这张图呢 就是用来给大家一点警示的 因为我陆陆续续 最近跟朋友们聊天沟通的时候 那国内的朋友也好 还是澳大利亚这边朋友也好 就谈到说 买这个A股啊 就是赔 不管大盘涨要 还是大盘低 好 我买的股票就是赔 那实际上这边呢 我呢 就是举出了这个乐视 对吧 就是我 我Alan 我姓贾嘛 我的本家吧 贾跃亭先生的乐视 我举出他的例子来 为什么 因为乐视啊 在昨天的时候 是正式的一个退市了 那这边呢 我举出他的例子来 就是说 乐视自从上市之后 对吧 他的股价最高的时候 是大概爬到了三十四三十五啊 那之后呢 对吧 一直到昨天收盘的时候 是收在了一毛八呀 只收在了一毛八 那这样一个怎么说 眼见他起高楼 对吧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他了啊 那所以呢 为什么在这里 就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对于要参加A股 具体股票的朋友们来说 对吧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是 大家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就是蓝筹股 或者是说 大家一定要买一支 大家知道他的产品的 大家知道他的东西的 这样一个公司的股票 千万不要说 哎 我各位的朋友 对吧 我的好朋友 我的什么内部人士 告诉我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买了 大家要对自己的钱 大家要对自己的资金 要负责任的 好吧 因为现在不管是中国 对吧 还是澳大利亚也好 还是全球各地也好 各种打着有内幕消息的 这样子的 这样一个形式的 各种炒作也好 对吧 各种哗众取宠也好 各种卖消息的利益相关的 这些群体也好 是鱼龙混杂的 大家呢 一定要睁大眼睛 好吧 那我们往下走 哎 这边呢 就是这个产品 就是澳元了 我个人呢 现在怎么说 现在是属于一个 啪啪打脸的 一个阶段呢 那 关于我们的澳元 我看今天呢 是来到了0.705 这样的一个价位啊 那 在这里呢 我之前 我Alan也有表达过 我的一个观点 对吧 0.7 在我眼中啊 在Alan眼中 我不认为是澳元 对美元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价格啊 我认为0.72 会是一个 Alan 对吧 如果说澳元 对美元 走到了0.72 我Alan呢 会把我看空 澳元的一个观点 转成一个中性的 一个观点 那 如果说 澳元 对美元 可以冲到 0.78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完全 扭转 我Alan 看空 澳元 对吧 从中性转为 看多澳元 这样的一个价位 所以说呢 这边0.72 我用了一个红色 那0.78呢 我作为一个中性 到看涨 这样的一个分水力 所以用了一个蓝色 好吧 这个价位呢 我这边也有标出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 为什么讲说呢 之前为什么讲说 我看跌 澳元 那很大的一个理由啊 就是说因为啊 之前我跟Jackie 我跟我的同事Jackie 做过第二期的直播的时候 就有讨论 对吧 这个澳元是看涨 还是看跌 当时我很大的一个观点 就是讲说 因为现在市场 对于美元呢 形成的这个观点 是非常极端的 一个呢 就是说美元 熊的不得了 也就是美元 将会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另外一个观点呢 就还是认为美元会涨的 那看跌美元观点的 一个很大的理由 就是说 美联储印钱太多了 那我当时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那你印钱多少 是要根据你的GDP 是要根据你国内生产总值 对吧 来做一个锚的 你不能单单盯着那个数字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从这里看 我这张图是截止到2020年的6月的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这个橙色的这条线 是我们澳联储的一个 就是我们澳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跟一个澳洲GDP的一个比例来的 那我们老说美联储的比较多 对吧 那美联储的这个负债表是红色的 我现在我刚刚对比过 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跟他跟美国GDP的一个比例 对吧 大概呢 是来到了32% 那我们澳联储呢 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77% 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所以你说 你如果跟Allen讲说 因为你美联储 你印钱多 对吧 所以呢 我不看好你美元 我认为澳元要涨 你这个观点是没有办法说服Allen的 好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 哎 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观点 那另外一个我认为就是 澳股存在 澳洲股市 对吧 澳元存在一个向下压力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这里呢 就是说 澳大利亚 对吧 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那我这里呢 就再次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 用到了 对吧 让人警醒的红色 跟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这个红色啊 那 第一个呢 那这个理由也是比较充分的 那从2019年 大家看的这个数据啊 都是2019年的数据来的 那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说 2019年 中国投资到 澳大利亚的这个资金呢 大概是34亿澳元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跟2018年相比啊 已经下降了是58%这样的一个幅度 对吧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对吧 地球人都知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这里呢 我不多不过多的讲 那我们直接来到第三个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中国是澳大利亚游客 最大的来源地来的 那我们知道 现在对澳大利亚整个国家来说 对吧 一个是游客 一个是留学生 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的一个 怎么说 GDP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一部分来的 也就是说 那你游客 2019年的数据是显示 大概是有140万的中国人呢 来到你澳大利亚 那140万人的一个消费 大概是120亿的澳元 好吧 那第四个呢 就是留学生 2019年的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 大概整个是接收了75万 全世界的留学生 大概呢 一个比例是37 是来自中国的 那也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中国不仅是你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还是你最大的游客来源地 而且是你留学生的一个来源地 好吧 那第五个 那第五个大家看到的 对吧 也是现在 为什么我们的澳洲铁矿 SMG 对吧 一直在往历史新高 未知冲高 跟为什么我们澳元如此的坚挺 对吧 为什么我们的澳洲 敢跟他最大的金主中国叫板 也就是他最大的一个资本呢 就是他的铁矿石嘛 就是说家里有矿的人真的是不好乐啊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是2019年呢 中国进口的铁矿石 大概是一个10.69亿吨 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其中呢 60%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那我假设啊 我假设60亿吨是来自澳洲的话 那每吨的价格呢 是大概 我假设啊 我假设是100块美元 这边刚刚有位朋友说没有声音 其他朋友可以帮我确认一下 有没有声音吗 对 刚刚那个朋友啊 刚刚那个朋友 麻烦您如果可以就退出一下 再重新进一下 因为我现在从我看得到的这些朋友回馈 他们都是说有的 好吧 那我继续说这个 大家呢 不要小看这600亿铁矿石的这样一个量 因为啊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可以卖中国600亿的一个铁矿 那这600亿 它的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 对吧 它的一个幅度将会是非常大的 它牵制到这个货运 它牵制到这个物流 它牵制到这个法务 对吧 它牵制到这些餐饮 它牵制到这些商务人士 整个的旅行 对吧 这个上上下下 我觉得600亿的一个产业链 我粗略了一估计啊 它整个产业链上超过1000亿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怎么说 但是现在因为巴西 对吧 因为全球铁矿石最大的两个玩家 一个就是澳洲 一个就是巴西嘛 现在巴西的疫情非常严重 对刚刚这位朋友提醒我声音小一点 因为我声音呢 现在已经有一点哑了 声音 年龄大了 我需要保养一下 好吧 那继续往下 就是刚刚刚刚刚跟大家有提到 对吧 现在是关于这个美元的市场当中是出现了两极化的是一个声音 对吧 那从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来看呢 看空美元的一个仓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年的一个低位呀 是来到了一个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低位 那我个人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呢 我是比较兴奋的 因为是什么 因为了解我的人可能都知道对吧 所有当市场上 绝大部分的人对吧 认为一个方向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可能啊 我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个方向来的 所以怎么说 我现在对于美元的看涨的一个观点呢 我还是没有变的 而且我现在手头上是有一点点的美元指数来的 好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 刚刚讲说对吧 美元看空美元的声音很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彭博社的一个美元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从2011年开始的这条趋势线 对吧 现在呢 是又卡在了这条趋势线上啊 所以说那你如果讲说美元真的是开始下跌了呀 或怎么样 可能啊 就是说需要再下跌一部分 才可以让Alan对吧 看到趋势线被打破 所以呢 我自己对吧 我现在还是在坚守的 还是在坚守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就要聊到股市了 又要聊到股市了 那从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 对吧 我们看到的这张美国股市的一个统计呀 美国股市资金的一个流向 那黄色的这个呢 很明显的黄色的这个就是代表是科技呀 也就是说资金流向科技的这样科技股 这样的一个资金量 对吧 毫无疑问 现在的股市是科技股的一个股市啊 是科技股的一个天下 那资金流向科技股 也是遥遥领先其他板块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自从今年的这个三月份 也就是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啊 资金量 资金流向这个医疗板块的资金量 是 你怎么说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啊 好吧 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看到美股是非常牛的 看到美股非常牛啊 那美股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 纳斯达克是已经走出了一个新高 现在还是在往上冲的 那说实话 纳斯达克 我们再去细看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五家龙头的科技股 是一直在带着大盘往上冲的 那医疗板块呢 对吧 因为存在一个刚需的问题 因为存在一个大家对疫情的一个渴望 对吧 医疗股呢 是一个怎么说 第二 第二个获益的板块 好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那第二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就是说特斯拉 对吧 因为最近特斯拉比较火吧 特斯拉是比较火的 那大家呢 很多人也都在谈论这个特斯拉 那因为我爱人个人的风格啊 我个人的风格的话 我就怎么说 我不是特别喜欢特斯拉 因为太生猛了 每天就是感觉对吧 一晚上走出那么高的一个价格 是比较动荡的 我呢是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在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标题呢 就是提出说 它是一个非常颠簸的跟过山车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帅气的 对吧 莱洋纳多 迪卡 迪卡尼奥吧 应该是迪卡尼奥了 然后 它的这样的一个图 对吧 也是它参演的各种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势 对吧 是非常颠簸的 当然了 对吧 有时候呢 喜欢特斯拉的朋友 大家是可以选择进路的 那如果说特斯拉 大家已经觉得太高了的话 对吧 大家可以考虑 我们中国的未来汽车 好吧 实际上逻辑是一样的 逻辑是一样的 好 那么往下看 那 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 对吧 我有说我过去一个多月 我是比较忙碌的 那但是呢 因为比较忙碌 那我虽然我耽误了 对吧 耽误了我艾伦读书思考的一个时间 但是呢 因为我跟不同的朋友 有在进行这样子的 不停的沟通 不同的交流啊 我个人的进步呢 是很明显的 我自我感觉啊 那 我自己想证明我自己 对吧 有变 我自己呢 就是有有做一些改变 那我今天呢 大家老问我这个股票啊 对吧 我之前呢 你问我黄金股的时候 我就推荐 NCM 我推荐那种 怎么说细水长流的 我推荐那种 怎么说那么稳的 对吧 没那么颠簸的 我现在有变 为什么有变 因为我现在想 针对不一样的朋友 推荐不一样的股票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干货 这个是干货来的 那第一个 对吧 我这边实际上还是有分的 那第一档呢 第一档 就是呢 适合我这样子的求吻的人 好吧 就是NCM 因为极度看好黄金嘛 对吧 那NCM 是求吻人的一个选择来的 那大家如果觉得说 黄金 没有 涨的没有 对吧 NCM 你涨太慢了 对吧 我看你老半天 你不变 你不刺激 对吧 你太老派了 没问题 那大家就来第二档 第二档的话就是NST 跟这个EVN呢 那大家呢 如果觉得 NST跟EVN 就是将这个波动性 对吧 跟它这个市值 结合是 比较好的 这两只股票 大家可以考虑这两个 那大家如果觉得 这两只呢 动的还是比较慢 还是比较慢 没问题 还有第三个选择 留给大家 啊 刚刚啊 不是没有声音啊 刚刚是我停下来 喝了一口水啊 我我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自己 沙哑的嗓音 现在感觉是秒变 GoMarket的阿度啊 我现在是坐在 公司的电脑桌前呢 我没有在车底啊 好吧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 推荐完了黄金股之后啊 那来说一下 这个科技股啊 这个科技股这边 对吧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科技股 要配置的话 对吧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A LU啊 对吧 那这边呢 我们之前同事 我们也有推荐 那大家呢 可以完成一个 少量的一个配置 那因为我个人呢 因为我个人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我好几周没有提这个事啊 我个人 我还是在等待 美股第二只脚的 所以呢 我个人一个建议就是说 大家如果要配置科技股 对吧 如果要选择 ALU一定要适量 好吧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股票 我从来没有说过的 那也是第一次 对吧 留给来参加 Alan第三期网课的朋友们 我很有诚心的 那也就是这个PLS 跟这个GXY啊 那大家呢 可以多多少少配置 这两只股票 那有两个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两只股票啊 现在呢 是在比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啊 当然它不是在最低 但是呢 它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位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再有就是 它是一个铃矿 它是一个铃矿 那PLS呢 还有少量的这个稀土矿 好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预计到 对吧 接下来的一到三年 是比较动荡的吧 那我们知道中美对抗 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好吧 那如果作为中国方面来讲 如果要打赢这场仗 对吧 大宗商品这个战场 中国一定要争取话语权的 中国一定要做好准备的 那如果要做好准备 像稀土 对吧 像铃矿 对吧 像这些战略资源 中国一定要拿到一定的筹码来的 这个时候呢 我不管你澳大利亚 你战队也好 还是你就是跟我对抗也好 我中国都不怕你的 因为考虑到这两个原因呢 我跟大家推荐这两只股票 大家可以啊 我就假设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五十万的一个配置 我就假设啊 大家可以拿出一万块来 对吧 然后这两只分别配置一万块 我相信在这接下来到一到三年呢 这两只股票会大概率给大家惊喜的 我所谓的惊喜就是那种翻倍这种啊 好吧 那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是逻辑跟理由是差不多的 那但是这第二个呢 因为我的把握性就没有前两个这么好啊 所以第二个呢 我觉得大家也是值得大家考虑的 第一个呢就是OE 好吧 第二个呢就是LYC LYC就是稀土来的 就是稀土来的 现在大概是在一个两块钱这样一个价位 好吧 因为像PLS跟PXY 我再补充一点多的一点就是 这几年呢 大家可以看回他前 前十大前二十大的股东 中资背景 现在已经在里边完成了一个布局了 已经完成一个布局了 中国要打赢这场仗 对吧 我们顶层的领导人早就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 哎 针对这个呢 就还是针对我们很多朋友 因为很多朋友是初学者嘛 初学者呢 他们呢就是说想要一些交易的指标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指标 那他就叫布林黛 好吧 那这边的话 因为谈到了这个 我就假设这个A50的指数吧 因为A50的指数 我们今天有举例子吧 那我们这个布林黛呢 在这个英文里面 他就叫Blinger Band Blinger Band好吧 我们这边很简单 我们直接把它这边一加 我们数值我们都不需要去调整 我们直接这么看 那我们放到这个天图 我们现在看的是A50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啊 那这个布林黛啊 也很容易的 那上边这条线呢 当价格来到这个上边这条线的话 理论上来说 它往下走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比较大的 这个交易指标怎么说 也是非常直白的 那如果说 它在这个上边这条线 跟中间这条线之间的话 也就是说 它上涨的趋势是没有变的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A50的指数 跌破了中间这条线 来到了中间这条线 跟下边这条线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现在 是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呢 好吧 也就是说很简单 现在我们看到A50的产品 对吧 它碰触了这个布林黛的上端之后 它掉下来了 掉下来 但是掉到了这个中间这个 立马它形成了一个反弹 那如果从布林黛这边来看 我们中国A50的这个指数啊 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 一个趋势里边来的 好吧 那我们很快的略过这一块 我们继续往下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啊 就是今天对吧 要跟大家一个分享的一块 那作为一个文艺青年 对吧 或者作为一个自认为是文艺青年的Alan 对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上边这句话呢 就是我们领导人的一个 一个新年贺词来的 那他讲到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好吧 那这张图呢 这张图呢 是我在就是本上周 上周我读东西的时候 我又读到的 我是觉得是可以跟大家 这些投资者们来做一个分析的 我们大家就是做投资 我们把握的是一个大趋势 大方向来的 那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小时的图 对吧 或者我们每天都试图去找机会 好吧 都在试图去找机会 这个样子呢 我们看到市场的行情 就这个样子来的 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假信号 我们讲说叫噪音嘛 因为说实话 没有人可以将一个短期的一个趋势 看得非常清楚的 因为左右短期波动的因素 实在是太多了 好吧 那但是呢 如果说如果说我们把天图 拉到了这个年 对吧 拉到了一个比方说五年三年 或者实践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那所以呢 在这里 我再次跟大家 跟作为投资者的朋友 对吧 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大家来做投资 对吧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收益嘛 我们就是要为自己 对吧 我们就是要为家人 然后提供一个 更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对吧 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不要说因为在市场当中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听到了各式各样的说法 而忘记了 对吧 我们杀戮到这个市场的初心是什么 所以呢 这里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好吧 那 最后一个图 最后一个图就是我再打一个广告啊 那为什么呢 再打一个广告 因为啊 因为六月的这个业绩啊 是没有那么的出色的 那我个人 对啊 因为我个人怎么讲 我个人那是刚刚有站出来做这一块 好多东西 我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 我也不奢望讲说 对吧 我艾伦简简单的的利用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做出人家几年的成绩来 我是没有这个奢望的 那但是呢 我艾伦对吧 我是从小到大 我一直特别喜欢体育的 我本人呢 我现在直到现在 我有在做这个运动 对吧 我艾伦是有一个不服输的精神的 我不管我成绩怎么样 或者结果怎么样 但是我艾伦我一定是百分之百努力 或者百分之百用心的 那这里呢 就讲说 对吧 客观请留步啊 我再为自己打一下广告 那还是希望说 对吧 如果大家欣赏我 或者大家支持我 或者大家呢 想跟艾伦做这样的一个讨论交流 大家都可以来跟艾伦来完成一个讨论 好吧 跟艾伦完成一个沟通 对于刚刚入门 对吧 或者说交易经验 交易心得 还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朋友 我艾伦我相信 我有足够的知识 对吧 足够的这个 这个知识储备跟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说大家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一个投资者呢 我相信我艾伦可能很多观点 对吧 或者看事情的一个角度 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 对吧 或者是可以提醒到大家 这是我艾伦的一个价值来的 好吧 那今天呢 就是我艾伦要跟大家讲的 基本上是所有的内容的 接下来的15分钟 大家可以踊跃提问 我艾伦呢 在这边 也可以尽心 尽职的完成一个回答 好吧 好 那我现在 我现在刚刚 有一位朋友 有一位朋友 然后问到了 这个欧元 欧元对这个纽币 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那说实话 我艾伦我非常 怎么说 我一直没有在关系 这个交叉货币来的 那我现在呢 我拉出这张图来 我从这边看一下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个参考好吧 我现在啊 我现在 我看的是 欧元对纽币 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那从现在 我大概来看的话 那现在呢 还是在一个上升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的 那这么看一个 大概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 那刚刚呢 刚刚有一位 刚刚那位朋友 提到这个欧元 对这个纽币啊 对吧 那实际上 欧元对纽币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波动 对吧 一个走动 当时的市场行情是什么的 当时就是因为全球的这个央行啊 开始减息了 我们的纽西兰央行 对吧 现在呢 已经完成了一个减息的动作 那我们知道 欧洲这边 实行一个零利率 或者负利率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你像 在之前呢 我就说在三月份之前的时候 纽西兰这边的央行的这个利率 大概是在一个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或者百分之零点五以上 对吧 那如果说你这种情况 好多的资金呢 就会从欧洲那边贷款出来 然后存去纽西兰这边 完成一个套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因为你疫情的冲击 市场这边已经意识到 对吧 你纽西兰央行 你会减息 对吧 因为你减息了 那你的利息出来 那我资金套息的成本就会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停留在纽西兰的这些资金呢 就会出现一个外逃 那你外逃的时候 就会对纽币造成一个向下的压力啊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吧 当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欧元对于纽币 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行情啊 好吧 那这个逻辑跟这个样子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继续往下看呢 刚刚这位朋友 我刚刚看到一个问题说 银行股还能带动一轮上涨吗 那刚刚呢 就是我刚刚今天的时候 我实际上 我跟另外一个同事 还有在讨论呢 那关于银行股啊 我现在的观念 我还是没有变的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大家 就是想去拿它这样子一个 百分之四 对吧 百分之六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的话 那银行股仍然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但是如果说 大家期望说 对吧 澳大利亚这个银行股 还是会跑去 我就以CBA为例吧 对吧 还是跑去八十多 或者跑去九十多 我觉得这样子难得是比较大的 那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啊 如果说 我资金 对吧 我资金 我现在存在澳大利亚的银行 对吧 你银行给我百分之零点几的这样的一个利息 那很明显的 我考虑到 现在大概一个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一个通胀 很明显我钱存在银行这边 我去拿你的这个利息 我是赔一天的 那你像这些大的基金 或者像这些 比较这些有钱人吧 这些资本家 他是不会把钱 不会把现金存在银行的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还是会 说到底吧 还是会来去买这个股票吧 那你股票 我看回澳大利亚的股市 能选的实在是不多啊 对吧 还是矿业 还是银行 那你银行这边 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的这个银行 我假设啊 你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没问题 只要你的这个分红 能到百分之四 对吧 能到百分之六 因为你银行百分之百倒不了了 所以我资金我还是愿意进来 有点像怎么说 有点像现在的资金 扎进这个房市 我买一个房子 我买一个房市 我买一个房子 放在那里 对吧 只要说有人租出去了 只要有人给我交租金 我就是可以跑赢你这个通胀嘛 对吧 现在这些大的一些super fund 对吧 这养老金基金 这些个人也好 买进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仍然认为现在这个银行啊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 如果大家只认它的分红的话 而且我之前 我之前呢 有讲说 我认为美国的股市啊 是会有新高的可能性的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澳洲的股市 现在已经冲到6100点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不管你这只脚踩下来 还是不踩下来 你澳洲股市 第二次冲去这个6500点 打发说是可能7000点 我认为都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好吧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刚这边有一位朋友 就讲说这个TWE啊 那实际上TWE呢 我的同事Jacky 然后有看好他 也是认为他是比较保值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因为他的产品是一个刚需的啊 那但是TWE不好的一个地方啊 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他是做红酒的 而且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 对吧 主要的一个市场是在中国嘛 是在中国对吧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认为了一个 中澳关系是在一个比较向下的一个位置的话 对吧 那TWE 那他如果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增长啊 我还是认为 对吧 可能很大方面要取决于这个中澳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 对吧 那你说现在TWE 他还能跌吗 那除非说中国跟澳洲关系真的是会非常的差 对吧 会造成这个业务受到一个影响 那他就会跌 他就会跌 对吧 那所以呢 TWE的话 我个人呢 如果大家要买 大家可以买一点 我不建议重仓啊 我不建议重仓 因为我认为这个市场上 是会有更好的一些选择的 好吧 哎 刚刚这位朋友啊 老友问这个布林带啊 这个布林带实际上很简单的 那刚刚这个TWE 我还是以TWE为例 那布林带 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平台的 Indicators里边 对吧 他的名字呢 就叫Blingburger Band Blingburger Band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不需要去做更改 我们选中他之后 我们直接往这个图表当中拖 对吧 数据呢 我们也不需要变更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那他这个线呢 上中下 好吧 那如果说呢 如果说这个价格 在这个上边 跟中间这条线的话 也就是说 他会在一个上升的 一个通道里边 那如果说他在 中间跟下边的话 他就是在一个 下跌的通道里边 好吧 这个布林带是比较简单 比较直观的 好那我回到我的PPT啊 还是客观请留步这张 我继续来看 刚刚大家提到的问题啊 好 那现在啊 现在就是刚刚 有一位朋友提到 说澳洲的大盘 6100点呢 还有没有可能下滑 因为我刚开始啊 因为我刚刚的时候 我有提到 说实话 我还是在等待 对吧 等待澳洲大盘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下跌吧 我等待这个 美国的股市 踩下来第二只脚吧 对吧 而且我本来是有一个 澳洲200 小小的仓位的 小小的仓位的 而且我本来的一个止损呢 我是设在了6280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是设在了6280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的止盈啊 我的止盈是设在了 5600点到5400点之间啊 那当时呢 如果说它跌下来 我要看它跌的这个力度 对吧 我的止损呢 是5280 也就是说 如果澳洲200 要把Allen打扶啊 要把Allen打扶 打扶气了 可能要涨到6280 把Allen震出场之后 对吧 我Allen可能才心服口服啊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刚刚有朋友问 66200对吧 机会可能性有吗 那我是觉得是有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机会的 因为今天有一位朋友 问了我相似的这个问题啊 那我的回答呢 也是基本上是类似的 然后我那个朋友呢 给我的一个回答就是 说了相当于没说啊 因为实际上怎么说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环境 确实是比较疯癫的 因为我们看6200 对吧 6200是它之前的一个高点啊 它是在六月的时候 走出的这样一个高点啊 那如果说澳洲的200 对吧 它可以冲破这个6200的话 我认为它的一个阻力 还是会在6260 6280这样的一个价位啊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它走到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它这个扭转啊 它扭转熊市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可能就暂时扭转了 那但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是要去想 那是不是对吧 这一波行情 它就是要杀熊啊 就是要把看熊的人 全部一波扫出去啊 扫出去之后开始下跌 对吧 那时候就有点 就有点太惨了 就有点太惨了 哎 刚刚这边有一位朋友问呢 那如果新洲疫情也来 对吧 第二次的爆发 那第二只靴子就会落下来 落到6000点以下啊 那我认为啊 我刚刚我有讲我的观点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对吧 去美国股市引领澳洲的股市 开始踩第二只脚的话 我认为啊 我认为这个幅度 最少可能要20%到30%之间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从4月开始吧 4月5月6月 包括美国也好 我们澳洲也好 散户是非常猛的 散户冲进去 对吧 各种开户 各种买 这个情况啊 是有一点 有一点疯狂的 是有一点疯狂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散户去买这个股票 他也是买这个股票来的 你像机构买也是买 对吧 哪怕就是散户 他的资金 他不如这个机构大 但是10个散户 对吧 100个散户 他买他也是买啊 那如果说市场上 对吧 这一波要把这帮散户也好 对吧 把我们 把像我们这些 意志可能没有那么坚定的人 要扫出去的话 我认为啊 他可能啊 就是要 要走出一个 20% 30% 这样的一个幅度 才会把我们扫出去的 刚刚一位朋友跟我说 那我别等了 没问题的 我这人比较死心眼呢 我可能还在等啊 我可能还在等啊 谢谢这位兄台的提醒啊 好吧 那我 我本人怎么说 是比较固执一点呢 因为我本人是有黄金骨的嘛 所以呢 那我本人现在怎么说 还是有点那种撞到了南情 撞到了南墙 我现在在捂着头啊 我现在在捂着头 但是想让我掉头啊 可能要涨到6260 6280这样的一个价位啊 这样的 这边呢 有一位朋友问 这个CRO跟SXL啊 那说实话 这两只股票 我都没有研究啊 SXL 可能是不是我们 之前我们 我们公司有推荐的一家媒体啊 我个人呢 我个人不是很看好 这种传统媒体 对吧 然后尤其是他现在的股价 又是在这么样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低位 我个人的话 我个人的话 我不是很愿意 去买这种公司的股票来的 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风格啊 我不是说这两家公司 它不是一个好股票 那可能我 就是怎么说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吧 好吧 哎 刚刚这边有一位朋友 刚刚这边有一位朋友 然后问我啊 问我有什么样的股票 因为这位朋友 我好像看ID 应该是一位老朋友来的 那因为我在之前 我反反复复的 我有去讲过 我有去讲过 那现在呢 我就再来讲一遍 我现在我本人呢 我本人我是有澳洲的黄金股的 我的黄金股呢 是NCM 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这个啊 就是被很多朋友讲说 对吧 你的这个NCM不怎么走的 那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我当时对吧 我是杀进来之后 NCM从28 然后现在跑到 现在大量之下一个 33块多的一个价位 它已经跑了大概一个5块钱了 那你如果5块钱 去按照28的路场价来算的话 对吧 像这样的一个收益 大概在一个三个月的时间 实现了20%的一个收益 我艾伦呢 我艾伦是比较满足的 好吧 对 这边有一位朋友 这边有一位朋友 问到这个TGI呀 这个TGI是一个非常好的股票 那为什么讲说是非常好的股票呢 因为它是做三文鱼的嘛 它应该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三文鱼 在多年之前呢 我这边有去操作过这个TGI 当时是赚钱 大概持仓是拿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 我是有赚钱的 我就有走掉了 那但是因为现在嘛 TGI这几年一直在布局的一件事情 就是还是希望往中国走啊 但是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对吧 因为你这个 这个海产品的 因为海产品的问题 因为中澳关系的问题 对于拥有这个TGI的朋友啊 大家如果要做一个长期的准备的话 我觉得TGI这只股票 值得大家配置的 值得大家多多少少买一点的 那BHP对吧 刚刚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BHP 那BHP呢 我因为是矿业股嘛 对吧 而且BHP好的地方就是说 它矿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它什么矿 它都有一些 对吧 那但是呢 我个人 我个人对于 因为对于中澳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解 对吧 对于大宗商品 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后续承压的 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呢 我认为BHP的话 大家如果赚钱的话 我认为大家可以考虑 对吧 赚钱 我只赢一部分 如果再赚钱 对吧 我再适时的一个减仓 大家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啊 因为之前我有讲过 我有讲过说 FMG 我现在一直有在盯着FMG的 那如果说FMG 它现在已经涨破了16吧 我现在如果看它 如果有涨到18 对吧 或者说如果说它上涨的势头 会出现一个放缓 或者说它刚刚开始 愿意一个下跌 我是有 我是会考虑 我冲路是做空FMG的 好吧 那今天的时间是差不多了 大概来到了9点10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全部到这里了 那非常感谢今天晚上 对吧 来参加我Alan 本人第三期直播的 100多位朋友 好吧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问题啊 或者疑问 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 随时可以联系我Alan 对吧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